他就曾经受到过乾隆皇帝的处分 他受这个处分的原因很丢人 乾隆48年的五月 镇满斗把自己家里的女仆 郑刘氏的丈夫郑荣给打死了 不但打死了别人的丈夫 他还把这个郑刘氏强行收围了自己的小妾 你好我是昆仑刘氏 欢迎您来到书馆听我给您讲故事 咱们在平时观看影视剧的时候 经常能看到一些描写宫廷的桥段 就不乏会看到有奴才被主子惩罚的镜头 这个惩罚是什么意思 那无非就是打呀 打谁呀 宫女和太监 刚有善者在这个影视作品里 或者文学作品里 还加以详实的注解 他们说这个主子要是不想打死这个奴才 就对这掌刑的太监说好生打 要是想下死手打死这个奴才 就对这个掌刑的太监说 着实打 所以说在电视里只要是宫廷戏 怎么经常能看到打死人的时候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 咱们就说轻宫当中吧 这奴才的命真的就那么不值钱吗 这主子可以随随便便的把奴才打死吗 当然不行了 在任何朝代都是有法度的 草菅人命那惹定是不行 今天咱们就要聊一位轻宫当中 就是乾隆朝 乾隆的一位妃子 打死了宫女啊是如何受到惩罚的 这位妃子是谁呀 这位妃子就是敦妃汪氏 说这个汪氏女是这个内务府八旗出身 她是哪个旗的 她是整白旗的包衣人 关于她到底是这个八旗汉军呢 还是这个八旗满洲 这个说法就不一了 有人说呢 你看啊她姓汪 那她惹定是汉人呢 所以说啊 她一定是这个整白旗下的八旗汉军 这事啊不一定 有人说这个汪氏的汪啊 是这个完颜的汉姓 这汪氏啊不但是满洲人 而且呀是满洲老姓 从这个金朝时候就有 这问题呀咱们不忘深了聊 内务府当上啊都没查到 咱们怎么聊啊都属于是瞎编 我爱这儿呢 无非是把这些可能性啊 跟您交代一下 不过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汪氏很有可能啊 是八旗满洲出身 您瞧这汪氏这画像啊 两腮无肉是强苦高突 再加上啊传说她是姓完颜 女真老姓啊 那应该是金人的后代 据说呀这金朝人 长的呀就这个样子 既然是包衣出身吧 那惹定是通过一年一度的 内务府选秀入宫 内务府选秀入宫的女子 即便以后能做到娘娘 您就比如说这个敦妃吧 后来呀做到了妃位 但是也得是从宫女儿熬起来的 因为这内务府选秀啊 本来就不是给皇上家找媳妇 而是啊给这宫里挑选啊 这女性的适者 您看啊虽然是内务府包衣奴才出身 这汪氏他们家呀 这个家庭环境还是不错的 他爸爸呀是个带兵的武官 什么官啊 都同 这宫女儿啊要想晋升为嫔妃 哎这个奴才成主子吗 那是一条既曲折又漫长的路 得一级一级的来 这汪氏啊也不例外 这汪氏从宫女儿晋升为答应的时候啊 就得重新学规矩了 跟谁学呀 得跟那些懂规矩的主子学 您比如说呀 有一位从新疆来的女子 这位女子啊 她不懂王话 不通礼教 所以说呢 就得先呀学规矩 这人是谁呀 这人就是戎妃呀 就是那个我们都熟知的湘妃 从谁那儿学规矩呢 就从这个季后纳拉市那儿学规矩 一学呀学好几年 这样啊才能懂这个宫廷里的礼教礼法 汪氏被派到哪个宫中去学规矩呢 她呀比其他的这个学规女子啊 命运要好一点 她被呀派到了重庆皇代后的宫里 也就是乾隆的妈妈那儿 这事不是瞎说的呀 这乾隆皇帝呀 在汪氏的测文当中就曾经提到 早应得选 贤兰公之礼教 词言有喜 能成词卷 当然这是摘出来的几个词 这并不是一句话 意思就是说呀 这个当年呀 这汪氏在这个宫宫里边 学规矩的时候啊 这规矩学得好 学得好啊 是因为这个老太后教得好 所以说老太后就很高兴 咱们说来呀 这汪氏这个人呢 可能啊 从性格上讲 就是比较鲁莽 就是比较暴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感觉呀 他们家的家风也不正 哎 这个说妃子 怎么还能说到这个家风上啊 因为呀 这个档案上有记载 这个汪氏的叔叔啊 是内务府的大臣 被派到过东陵 是这个驻尊化皇陵的内务府大臣 后来呀升职了 升职成啊 直立马兰镇的总兵 他就曾经啊 受到过乾隆皇帝的处分 他受这个处分的原因很丢人 乾隆48年的五月 镇满斗啊 把自己家里的女仆 郑刘氏的丈夫郑荣 给打死了 不但打死了别人的丈夫 他还把这个郑刘氏啊 强行收回了自己的小妾 所以说呢 这荣妃啊 在宫里性格比较暴虑 不知道啊 和这个家风有没有关系 总之吧 这荣妃啊 虽然是奴才出身 但是他并不联系自己身边的宫女 这汪氏啊 顺风顺水的 从这个答应 做到了常灾 做到了贵人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又被降回了常灾 哎 再接着熬吧 没过多久呢 又禁为了贵人 然后啊 又被降回了常灾 就有这个宫行密文传出啊 这个汪氏啊 之所以屡次的被降级 都是因为 惩罚责打自己手下的宫女过重 那要是这么说呀 这些个降级完全是活该 因为人性不行啊 哎 总之吧 这一步三摇 再加上五六晃 乾隆三十六年的时候 这汪氏啊 终于啊 达到了人生当中的一个小高峰 这一年啊 这汪氏被禁封到了贫位 您看啊 这个答应常灾贵人呢 听着这名字都挺好听 实际上啊 这不算是宫女的主子 只有啊 做到了贫 这才成为了宫女的主位 说起来呀 有一点是比较奇怪的 在乾隆三十九年的时候啊 这敦贫汪氏啊 怀孕了 那有人说这妃子怀孕 有什么奇怪的呢 哎 这通常讲啊 这后宫嫔妃们 很有可能啊 生了孩子以后被禁封一击 可是这敦贫部队 这敦贫呢 怀孕还没生的时候 就被禁生回了妃 哎 那乾隆皇帝怎么看见 这个妃子怀孕 他那么高兴呢 哎 这哥您您也得高兴 您可知道啊 这乾隆皇帝那一年啊 已经六十四了 倒是说呀 无论是那会儿 还是今天呀 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您瞧呀 这皇老爷子 他老当义壮吗 就在转过年来 乾隆四十年的征月初三日 这个敦贫啊 就给这乾隆老爷子 生了一位石公主 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 顾伦和孝公主 怎么着 没听过 您觉着不有名 嗨 他爷们呢 就是那个封神殷德 公公呢 就是大贪官和甚 说来呀 巧了 前两天啊 我还上这石公主府去了 哎 很不幸 身份证还丢那了 哎 这不正补办着呢吗 这闺女生下来 这皇老爷子高兴 视着石公主啊 为掌上明珠 哥过去说呀 这孩子生下来呀 得抓粥 这普通老百姓 家要生了个女孩啊 那无非呀 就是放把茧子 调整 吹这嘎的 针线合宝 了了啊 再放朵绒花 您听听 这石公主抓粥的时候啊 这皇上都给准备的是什么 这皇上给准备了 汉用撇口钟一件 汉玉娃娃戏狮子 百剑一件 轻玉池一张 玉扇气四剑 红马脑仙鹤 笔架一件 用这油破圆盒装成 让这公主抓粥去 那么这些东西 都是什么呢 诶 是什么呢 跟您解释不着 原因那是 我也不知道 总之啊 无论拿出哪一件 来搁到老百姓家啊 都能活个几年 那这乾隆皇帝 到底是多么喜欢石公主呢 不是咱们这段书 该交代他 诶 您就记住了吧 最后这敦飞 旅饭 公归 都是因为 这皇上老爷子疼爱石公主 才算轻饶了他 并且这敦飞啊 沾石公主的光 还不止于此 咱们一会儿再说 热闹回幕 是马上就来 就在乾隆43年 那年啊 这敦飞 住在义坤宫 这个地方啊 这两天听书 咱们听着耳熟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知道啊 这季后那拉市 就住在义坤宫 当然了 这乾隆44年啊 这会儿那拉市 他已然冰天了 所以这敦飞啊 就搬了进来 就在这一年 这敦飞啊 把一位宫女 还不是一般的宫女 是一位官女子 这官女子啊 是宫里对皇子们的侍妾 以及后妃们的 贴身使女的称呼 他呀 把这名官女子 打死了 这档案之中啊 写得清楚 是账臂 在这乾隆皇帝看来啊 这是既暴虐 又不仁德的事情 不但处罚了 这义坤宫当中的 正父两名太监 这个郭敬忠和刘良 而且呀 还把这个敦飞啊 降为了敦贫 并且这郭敬忠 跟刘良所罚的钱粮啊 让这个敦贫出一半 还从这个敦贫的阅历当中 罚出一百两 给这个被账臂的 官女子的父母 让他们呀 炼埋尸体 咱们听说的重民宫呢 可能觉得呀 那个罚得轻 不过呀 在这宫廷里讲啊 这种惩罚 就算是挺重的了 可是说呀 他架不住啊 这汪氏 他有一个呀 招人喜欢 招人疼的闺女 这石公主啊 在爸爸面前 这略微的一撒娇 这敦贫呢 就又被复卫成了敦飞了 在这之后 这敦飞宫里啊 也就是义坤宫当中 虽然没再出现 有宫女被打死的事件 但是啊 在乾隆四十九年的时候 这义坤宫里啊 有一位宫女上吊了 虽然没死被救了下来 那也是啊 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回 就在这一年的十月 这义坤宫当中啊 还传出有一名宫女啊 被打成了重伤 所以说呢 这敦飞虽然生了一位 可心可爱的公主 但是这人性啊 实属一般 实际上呢 这乾隆皇帝也不大见他 乾隆五十年的时候啊 这敦飞过四十整寿 这四十千秋啊 在宫里有过规矩 嫔妃一过四十岁 过整寿生日的时候 按照常理 这皇帝对他们的封赏啊 就应该加倍 可是到了敦飞这啊 和平时一样 三百两 到了五十整寿的时候呢 还是一样 三百两 这三百两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普通嫔妃 平时过生日时候的赏赐 也就是说 这敦飞的千秋赏赐 被乾隆皇帝削减了 不知道啊 这乾隆皇帝 是不是有这么个意思 挺大岁数的呀 你呀 白活 不但如此呢 还抓个措就罚 嘉庆元年 那会儿 这乾隆皇帝啊 已然是太上皇了 这敦飞啊 因为耽误了 给太上皇请安 所以这乾隆啊 又降旨 将这个年利一钱重的 银刻子二百个 今年就不必赏了 其实在这花钱方面啊 您倒不必替这个敦飞担心 他有钱啊 为什么呀 闺女有钱啊 闺女的公公 他有钱啊 乾隆一朝 比钱谁还能比过 何神何的人钱 得嘞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知识 是我能持续讲故事的 唯一动力 咱们呀 明儿见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